想到这里 我落回到地面 我半跪下来 一只手摁在水中 我就等着对方出错 果然 那个街头青年再次就跟闪电一样 向我扑了过来 而我微微一蹲 一只手摁在水中 分心 组合 十几把水一样透明的水溅 就形成在水中升起 围绕在我的周围 我用指尖一指这个街头青年 那个街头青年震惊地睁大了眼睛 No way 你失忆了还会使用这种真气法朔 哼 虽然我不记得我是具体怎么学的 但是我敢肯定 以前我肯定针对过真气 有特别的序列 放箭 街头青年看到十几把箭向自己飞来 发出了歇斯底里一样的咆哮 啊 强大的电流闪电 在它的周围涌现缠绕 它使出了最大限度的电量 来抵挡住我这一击 十几把水箭已经飞到了它的面前 箭和闪光开始碰撞 瞬间 大规模的爆炸 就把成片成片的街区给摧毁了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趁着这个机会 我迅速的往后逃去 尽可能的和它拉开了距离 巨大的爆炸 引起了大片的沉雾 轰鸣声之后 还有街头青年愤怒的呐喊 但是它再也没有扑来 不过 这些真气线 并不是我真正的杀手锏 我凭借着妖童的精准视力 我看到他们另外三个人 还在远处的那栋楼顶上 我们这番打斗离他们有段距离了 那五枚八尺精的碎片 还在他们的头上悠哉的悬挂着 我笑了 果然 当我站在这么远的时候 距离太远 那个八尺精对我的要力 意志力已经是微乎其微 我终于可以使用妖气了 千年妖童 启动 天下在我的眼中瞬间就变成了一抹暗红 瞳孔化成了蛇眼 收缩收缩 再收缩 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圆点 左眼右眼 各瞄准那尘埃之中的街头青年 巨大的妖气开始聚能 压缩压缩再压缩 高温巨变 死穴 两刀带着毁灭能量的暗红色的光线 从我的瞳孔射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射向了远处的街头青年 尘埃之中 马上就传来了街头青年一声惊恐的惨叫 尘污在散去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街头青年被我的剑雨划伤了身体 身上十几道剑伤 但是他的肚子之上一大片的血红 显然被我的死线给重创 街头青年愤怒地看着我 太好了 能伤到他 应该能够打赢 我盯着这个街头青年 No way 你居然还能使用妖术 凯撒 你们快来 包围他 我们要压制住他的妖气 我就看到这个街头青年摸着自己的耳朵 在这里大声地喊 不好 原来这个家伙的耳朵里面藏着通信器 这要是被他们给包围了 再用那种较八尺精的碎片来压制我的妖气 我连跑我都来不及呀 想到这儿 我开始急速地后退 刚经过了二三次的后跳 我吃惊地发现 只见那个健壮的黑人和机关头沙马特的胖子 还有那个冰冷的女郎 三个人已经成犄角之士包围了我 这不可能啊 我赶紧转头看向三个人刚才站着的高楼 没人 这怎么可能 太快了 就是一瞬间的事 怎么可能就到了这 这个时候 我终于发现了原因 我看到那个机关头的胖子 正在高举着双手 手上满是青色的光芒 好像正在释放着什么样的法术 刚刚结束 同时这个家伙还对着我黑黑的吟笑 难道是瞬间移动类的能力吗 它能瞬间移动 我的心一下就沉到了谷底 如果我的猜测是真的 我今天必然是难逃一死 不行 我必须要抢先杀掉这个机关头沙马特的胖子 我看他这个姿势 这种瞬间移动应该是不能够连续使用 而是必须要进行准备 或者是使用之后的休息 生死再次一举 妖化 石膜形态 全力以赴的一击 我迅速地变成了蛇魔的形态 我冲着机关头的胖子冲去 长长的蛇尾狠狠地扫向这个胖子 但是我的力量和速度竟然是那么的力不从心 我急忙用余光扫了一眼冰冷女郎 我看到他头上那一块镜子正在分裂成五块 不好 正在压制着我的腰力 我心机如焚 我就觉得那八尺镜的压力 好像大海一样朝我涌来 而我的周围就好像是天崩地裂一样 我所有的妖气全部都在一瞬之间消失到无影无踪 我的尾巴还没等抽到那个会瞬间移动的小胖子 忽然之间在我的眼前黑影一闪 一个巨大的拳头直接把我砸进了地里 我啊的一声惨叫 身上的蛇魔形态 随着妖气的丧失无影无踪 我变回了一个普通人 我挨了一记重击躺在地上 我的嘴里扑扑地吐着鲜血 这个时候 那个街头青年终于走了过来 四个人围着我 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我 罗斯 你真的是太大意了 怎么可以被他给伤到 要知道 休整你的身体 阻止有多么的麻烦 健壮的黑人看向街头青年 街头青年恨恨地说 真的是没有想到 这个家伙 失忆了还是这么聪明 知道要夺开八尺镜 然后才发动妖气 突然袭击 我这一次差点死了 怎么样 你还是没有杀死我 八尺镜的面前 任何的妖怪 什么都不是 我东青 还想跑吗 弄 说完之后 这个家伙 在我的身上 狠狠地踢了几脚 我现在的妖气 已经全都被封住 刚才又被黑人给打了一拳 现在完全就是 冰死的状态 我无奈地吐着鲜血 这时 冰冷的女郎 再次开口说道 好了 弄死 不要再打 再打 他会死的 阻止是要我们把他豁着带回去 目的达到了才可以 等他回到了阻止 每天接受饰演研究的折磨 有他瘦的 会让他 生不如死 我一听到这个冰冷女郎的话 我浑身的毛孔全都竖了起来 什么 原来这个叫眼镜蛇的神秘组织 是要研究我 我好苦 我宁格死 我也不可以被你们给抓走 这么折磨我 我要咬蛇自尽 那个健壮的黑人 马上走了过来 摁住了我的嘴巴 好了 不要再多说了 他差点没死了 说完之后 他卸下了我的下巴 我们回基地吧 冰冷的女郎 为难地说 可是 我只能催动八尺精 几分钟的时间 而且不能移动 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 一起把八尺精的碎片 租成发阵 和他捆绑在一起 就可以彻底封住他的腰气 然后再把他带走 那样最为安全 只是需要我们使出所有的力量 会阻止才能够恢复 健壮的黑人 开始环顾四周 似乎在感知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再说 这一旦没有人 没有危险 按照计划开始封印 四个人包括受伤的街头青年 凑了上来 他们围着地上奄奄一息的我 向着空中伸出了双手 这时 一直悬挂在冰冷女郎头顶上 那五块碎片 正在发出着奇异的光芒 受到四个人的力量的控制之后 缓缓地飞到了我的身体上面 五块八尺镜的碎片 开始在我的身体上方慢慢地旋转 忽而又会以一种奇妙的韵律上下翻飞 似乎这种操控是极费力气的 我在模模糊糊之中 听到他们沉重的喘息 可能过了二十分钟 也可能是过了三十分钟 那五块八尺镜的碎片 终于稳定 不再旋转 它们开始缓缓地下降 分别贴在了我的后脑和四肢 镜子的碎片贴在我的身上 我这才从弥留之中 有些惊觉 我觉得这些镜子 好冰凉 那些镜子的碎片 都已经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只感觉到很凉 健壮的黑人 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好了 我们的力气用得差不多了 看来要回到租支去充能 不然的话 气泡里的气 已经不够再开战了 诺斯 快点联系租支 让他们接我们回去 朦胧之中 我就听到那个街头的小青年 正在呼叫着他们的组织 似乎一会儿会有飞机前来接他们 并且把我带回到眼镜蛇的基地 要进行研究 甚至是解剖 看这些家伙的妖气 根本就不是修炼出来的 而是硬生生的 把妖怪或者修真者的气 植入到气泡当中 难道 我也会被研究之后分解 成为他们这种力量的养料吗 同时还会把我这个龙祖的族长给消灭 真是好算盘 就在这时 忽然那个冰冷的女郎开始叫了起来 看哪 为什么这些碎片融进了她的身体 这四个家伙 只看到那五片八尺精的碎片 缓缓地渗透到我的身体之内 就好像是冰块 正在慢慢地被热铁板给融化掉 这种情况似乎超出了四个人的想象 他们开始围着我大声地叫了起来 还试图着再次联手发力 把八尺精的碎片从我的体内弄出来 可是他们刚才就已经耗费了力气 八尺精的碎片在一分钟之后 彻底地渗入到我的身体之内 毫无迹象 而我的腰力被彻底地镇压 诶 这是这么回事 虽然这个家伙的腰体被彻底地镇压 可是碎片不应该进入到她的身体 那个健壮的黑人好像非常吃惊 诺斯 快点联系阻止 我们要快点回去 小心这里有意外的情况 那个街头青年点头 似乎想要再次联系总部 她刚刚摁到自己耳朵里的隐藏式的通信器 这时 一道猥琐至极的声音忽然之间传来 哎 别联系飞机 接你们了 你们呢 回不去了 我虽然已经失忆 可是我一听到这道苍老的声音 我忽然之间不寒而栗 我浑身开始颤抖 似乎这道声音让我又爱又恨 好像这个人和我极有渊源 我眯着眼 趴在地上 透过敌人的腿 我看到一老一少 正在从这破败的城市的废墟里 慢慢地向我们走了过来 这是一老一少 看起来都是中国人的模样 老的那个一脸猥琐笑容 几颗大黄牙 是一个一脸褶皱的老头 少的那个 是个穿着T恤 十几岁的小征台 正在不言不语玩着游戏 看着这两个人 我感觉好熟悉啊 他们 他们是谁啊 你们是谁 健庄的黑人大喝一声 四个外国人同时做出了攻击的架势 行了行了 你们真气也好 这妖气也罢 都是植入到细胞里的 用完了就得充能 刚才你们已经把气都给用完了 怎么 还想跟我们打 省省吧 那个老头说着 露出了一个非常猥琐 又洋洋得意的笑容 说到底 还得感谢你们呢 不但拿出了你们收藏的五块镜子的碎片 还用你们独有的方式 把这五块镜子 放到了妖王记者的体内 哎呀 要说没有你们的帮助啊 老夫的计划还真就难完成 这个时候 那个冰冷的女郎好像明显的想到了什么 你是说 刚才这些八尺镜的碎片融入到这个人的厅内 是你们高的龟 猥琐老头并没有直接的回答 反而随意的笑了一笑 什么搞鬼不搞鬼 就是借力打力 把你们的阵法调整一下 偷偷的修改了一下 哎 你们不用太担心啊 不过啊 这个五块镜子碎片拿不出来 不过老夫啊 好不容易凑齐的 他也不能拿出来 拿出来功亏一篑啊 这算了 别想镜子的事了 担心你们自己不 太光旺啊 你这个前眼镜不好了吗 这个时候 我看到那个正太小鬼开始不耐烦的说话 哼 早就不好了 是在你的阵法之前不好的 说完之后 小鬼手中的游戏一停 把游戏机塞回到牛仔裤的口袋里面 哎 西老头 还在等什么 你的计划都已经完成了 这些人没有用了 傻喜吧 别急啊 太光 我先把那小子弄过来 啊 那个老者说完 冲着躺在地上的我 一拱自己的右手背 我的浑身外围 忽然多了一个 有许多的六棱形组成的蓝色光照 老头手一勾 我的身体直接就凌空飞了过来 那四个外国的家伙想要抓住我 却直接被蓝色的光照给弹了回去 我凌空 漂浮在空中 就那么静静地飘着 没有人再来管我 我奄奄一息地飘在空中 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强忍着睁开双眼 看着下面 如同在看着一幅俯视图 我就看到那一老一少 开始慢慢地走近 惊恐的四个外国人 上路吧 上路 就跟妖王寄旨一样 该上路 就要上路 我听到这里 再也没了力气 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我直接昏死过去 夏日炎炎 果园的大屋里面显得非常的安静 倒不如说是沉闷 早在变动发生之前 果园的大屋里面很多人都被派到了全国 甚至是国外 进行建立根据地的行动 即使是了解到我们这边的情况 包括修真者开始发生了大战 包括妖怪出现在了日本以及温哥华 几十万人死亡的事件 当然 还有我的消失 了解到情况之后 大部分人都要赶回来 可是因为那边的事情太多 却又赶不回来 比如说 霍玉十大山龙须正在南方 黄游狗阁陆飞在北方 王世恩兴爷杜猛在青藏 刘抢东甘露雨利在东方 王小二武爽在欧洲 江子牙离开了果园大屋 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留守果园的人 有青鳄 小绿 兔女 小白 还有木下雪 我妹妹 他们一如既往 自己做着自己的事 谁都不想说话 因为 木东青死了 木下雪只知道这个消息 这是杜梁告诉他的 他的哥哥 木东青 死了 但是 并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解释 木下雪通过电视新闻也看到了 在温哥华的事件当中 有很多人都死了 包括日本的事件 这证明了这个世界上 有修真者 也有妖怪 包括其中的种种的纠纷 都已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可以说 世界发生了改变 在这样一场巨大的变动当中 自己的哥哥 木东青消失了 而这些变动 都和他的哥哥有关 至于他的哥哥 到底是怎么死的 不清楚 一头雾水 趴在桌子上的木下雪 没有精神 在这发着呆 想着哥哥 木东青 跟他一样没有精神头的 还有小绿 小绿终日躲在树体里面 不肯出来 路过后院的时候 只要抬头看上一眼 这棵大榕树 偶尔还会看到那个叶子 从树上飘落 后院的石板之上 已经铺了一层清脆的叶 实际上榕树 是一种在冬天 都会很少掉叶子的树 清鳄每天都会打扫 家里的卫生 会打扫很久很久 尤其是那间 木东青住过的房间 他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人怎么会死呢 明明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人 很逗逼的人 再后来 有那么一次 木下雪 陆奇 小绿 清鳄 或许还有小白 他们联合起来 这些女人 秘密地潜到了龙族基地里 想要找到关于 木东青还活着的 或者是死去的证据 他们终于找到了 他们想尽办法 得到了一份绝密的文件 上面写着 绝密 关于龙族原组长 木东青 特级破坏事件 内部协商处理内容 内容如下 龙族原组长 木东青 在职尖 进行大量杀害人类的行为 不但违背人性道德 并且存在特级危险性 本应交由最高军事法院 进行处理 但因其在温哥华 已被欧洲修针组织 眼镜蛇所杀 安全部门 经由四名修针者 江子牙 赵无极 王许 云中道人 共同商议 取消木东青 一切称号 荣誉 免去在龙族之中 原组长的职位 向社会隐藏 木东青所有的经历 抹杀其存在的一切证据 以最大限度 消除影响 这是一份绝密的简报 内容很短 详细的情况 并没有透露 几个女人看完之后 都哭了 再后来 陆旗高考结束 去了军校 木下雪的大学入学时间 早就过了 虽然被黄游和霍玉 硬拉着去登记了学籍 可是一天课都没上过 大家都知道 她的心情并不好 因为她的哥哥死了 不过 童之佑倒是总来陪她 这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就又是一年 苍云山上 镇妖塔里 现在的镇妖塔的镇塔兽 仍然是牛 树懒 熊猫 这塔里面的妖怪都跑了 但是后来关进了一个 就是我 木东青 九重天里面是一片黑暗的世界 这里没有声音 也没有什么能够看得到的东西 就连站着的实体都没有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她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 能够让妖怪没有一点知觉 没有一点能够证明自己存在的东西 以消磨她的心性 赵无极在自己的面前 点了一点 两团优亮的小火球马上出现 算是给这个无边的黑暗的世界 增加了一点渺小的光亮 光亮之中 隐隐地照出了我的身影 我穿的是破烂的布条 掩盖着我部分的身躯 我的头发很长 我的脸 已经看不清楚了 从虚空之中伸出了五条锁链 禁锢着我的颈部 四肢 我正坐在一个不存在之物上 我感觉到赵无极的来临 我微微地抬了一下头 看着赵无极 赵无极笑嘻嘻的 一只手拿着一袋薯片 另外一只手拿着一瓶可乐 这家伙把东西在我的面前晃了一晃 我看着他 老爷爷 你每次都带这种东西来 有什么惊喜的 我说孙子 你这呀真是什么没趣啊你 赵无极抱怨着坐了下来 把可乐和薯片放在我的面前 自己掏出一只烟来 他看着我 我拧开了可乐瓶 这可乐还是凉的 我马上 吞吞吞 喝了几口 感觉还挺爽的 我说 孙子 你这记忆还没恢复啊 我喝着可乐 苦笑着说 老爷爷 你到底是谁啊 怎么总管我叫孙子 你真的是我爷爷吗 着急一边抽着烟 一边坐着 对着我说 哎呀 看你这个德行啊 还是这样 还是处于失忆当中 哎 我说孙子 真的没想到你这记忆确实就没法恢复 哎 看来这是好事啊 这说明八尺镜 他真是好东西 灵啊 啊 我放下了可乐瓶 认真地看着赵无极 老爷爷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八尺镜灵啊 赵无极听我说完 神秘兮兮地笑道 孙子 你知道你是怎么失忆的吗 老爷爷您快点说 我是怎么失忆的 赵无极一脸的猥琐 当然是你爷爷我弄的呀 赵无极对着我说 孙子 你失忆当然是爷爷我弄的呀 你以为我清空了镇妖塔 又骗你去日本去美国基地 为什么呀 爷爷我这不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孙子 说起来爷爷有点对不住你呀 我还差点把你给害死 你在军事基地上面那火箭上 差点没让美国的修正者的核弹呢 给你给炸死 爷爷我是明明知道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我认真地看向这个老头 这是我被关到这座镇妖塔一年之后 我第一次觉得 所有的谜团要被解开 孙子 告诉你也无妨 那个火箭上其实确实是有一块八尺镜的碎片 所以我才说这八尺镜确实好使啊 这个包扎太猛烈 那个碎片就化为了坟墨 全都融入到你的体内 镇住了你的记忆 这就是那个碎片的特性 这一点呢 爷爷我早就知道 这一步也都在我算计当中 啊 那是八尺镜的碎片在火箭上 能够让人失去记忆的碎片融入到我的体内 看我痴痴的说到 赵武奇赵老头忽然之间激动 对啊 我早就失了法阵 你以为我教你那么长时间干嘛的 哎 你身上有一个阵法 能够让八尺镜的碎片直接融入到你的身体 眼镜蛇那几个家伙临死之前 他不也催动着最后的五片放到你的身上吗 哎 也就是那个法阵 让碎片融入到你的体内 内五片组到一起 完全能够制止 压制住你的妖气 哎呀 孙子 你现在体内已经融了六块八尺镜的碎片啊 哎 全都融入进你的灵魂 你是终于没有妖气了 你是也没有记忆 你要知道啊 爷爷为了现在这步 我那么耗费了多少心力 我终于达到这步了 我听到我面前的这个老人说到这儿 我呆了 先是让我失去记忆 然后再让我失去所有的妖力 这是要干什么呢 我眼前的这个老人跟我有什么仇呢 孙子 你一定很奇怪 我为什么这么对你 赵无极 苍老道 因为你是妖王啊 你是魔蛇 机子 你的魔性太大了 你的千年妖童太强了 可以超越一切的仙气 可以转世不灭啊 这太逆天了 只要你的妖童还在 不管你死多少次 妖童都会跟着你的灵魂 不断的去觉醒 而后 你会一次又一次成为妖王啊 吸引着大批的妖怪来到你的面前 形成一股力量 破坏平衡 继而引发仙人妖大战啊 我被眼前的这个老头说傻了 我听着他接着说 哎 孙子 这种恶性循环咱们一定要终止 所以妖王必须要从这个世界上被清除掉 只有这样才能不会一方独当 人 妖 仙 三界才能平衡 你以前呢 你在失忆之前 你一直向往和平共处啊 你向往这是妖怪 能够和人类和修正者和平相处 好好的生活 这种愿望才能实现 现在 仙界里面是有苍云山 姜子呀 已经开始决定要住在苍云山 再加上 剑圣 仙界就足够稳定 妖族这边 失去了你这个最强的 最大的筹码之后 中国大部分妖怪已经决定退守到妖怪之乡 还记得吗 哎呀 你失忆了 哎呀 银龙小妞就是守门人 他们在妖怪之乡活得非常安稳 日本的滑头鬼 这也是一个变数 这次是不能滑头了 欧美的修正者 以为是他杀死了这个成员呢 正在要报复 我估计滑头鬼这边也快了 平衡的格局就要形成 另外呢 人类这边有可以吸纳修正者和妖怪的组织龙族 如果要是再加上部队 那战斗力非同小可呀 鹿旗小妞你还记得吗 正在接受着考察 要成为龙族下一任的组长了 哎快了 快了 一个平衡的人先妖 三方的格局 快要形成了 一旦形成 至少是一千年的和平日子 不过这一切都有一个大前提 说完之后老头直接指着我的鼻子 这个前提就是你体内的蛇膜 必须带着他的千年妖童彻底湮灭 只要蛇膜妖童还在就能转世 和平就不会长久 我让老头说呆了 老爷爷 你说的什么蛇膜 我是能变成蛇 我是蛇膜吗 必须要杀死我体内的千年妖童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 赵无极看我这个样子 无奈的叹着气 哎呀 这还差两块 老爷爷 什么两块啊 八尺镜 还差两块 你体内已经有六块了 再来两块 就能杀死你体内的蛇膜 但是这个事得你自己做 我盯着赵无极 一语皆无 我们沉默了半晌 赵无极拍着破衣服上的尘土 站了起来 哎呀 孙子 别怪爷爷这么坑你 这就是我的计划 把碎片凑齐 杀了蛇膜 让千年妖童彻底消失 你就能剩下这具人类的躯壳 从此妖气皆无 你不会是妖怪 你会是个人 这老头说完之后 手上一闪 递到我手上两块 小碎片 我仔细一端想 这两块小碎片 像是镜子的碎片 闪着蓝色的光芒 放在我的手里 两瘦瘦的 老爷爷 这就是八尺精 最后的两块碎片吗 赵无极听我问完 嘿嘿一笑 哎 对了 孙子 这就是八尺精最后两片 爷爷 我凑齐它们可是不容易啊 我全放在你手里了 你要是想 那你就把 这两块 放进你的灵魂山座 和剩下那六块 拼在一起 拼成一个完整的八尺精 然后用这块八尺精 一直在你的灵魂里 去反照你的千年妖童 再配合上镇妖塔 不断消磨你的妖体 没有几年 也可能是几十上百年啊 你这个千年妖童就彻底玩完 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 千年妖童和蛇魔忌指 你可能就是个普通人 这事就完成 你也可能会走出这个镇妖塔 哎 老头说完愧然长叹 转身要走 你等一下 我大喊了一声 老头回头看下我 我低头盯着手里的两个碎片 老爷爷 你告诉我 是不是 如果我从这个塔里出去 我就还能见到她 谁啊 电话里 那个叫陆琪的女孩 赵无极一听笑了 笑得很猥琐 小子 怎么了 决定杀死 继旨了 这么快吗 我一抬头 一字字的问 老爷爷 这一切是不是都是你的算计 赵无极一愣 有些愧色 过了半天才说 哎呀 孙子 别怪老夫 老夫是为了天下太平 你就记住啊 是不是要在这灵魂当中 凑齐八尺镜 你说了算 只有你能选择 这是你自己的事 其实啊 这 这还不是最难的 你要想恢复记忆 重新见到陆琪 还有一件最为困难的事 我本来都不想告诉你 可是爷爷实在不忍心 在瞒着你啊 还要做什么事 才能见到陆琪 臭小子 你是不是真失忆了 是啊 老爷爷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不是 那你怎么对陆琪就这么执着 你都失忆了 爷爷我真是意外啊 我 我一听到他的声音 我就知道 就是他 我想见他 老爷爷 我要是照你说的做 我真的能够恢复记忆 然后见到他吗 赵无极愣了半晌 终于开口说 哎呀 我这没想到在江子牙 封神榜里 你都没做出选择 你现在这么快 就可以为陆琪小妞 杀了另外一个自己 哎 这造化弄人 爷爷 你快点告诉我 除了要在灵魂深处 凑齐八尺镜 消灭千年妖童 还有什么最难的事啊 赵无极 一直盯着我 很认真地看着我 一字字地说道 最后那件难事就是 挖掉你自己的眼睛 我沉默了 我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的事 赵无极看着沉默的我 我们默默无语 过了两久 赵无极叹了一口气 哎呀 孙子 这事吧 真不急 你从镇妖塔的九层到一层 真是一层一层 往下消磨妖性 哎呀 这可能是 每一层都得用好几年呢 咱们有的是时间可以思考 你别怪爷爷啊 你也别急 我这个 每一年我都会回来看你 你慢慢想 想好了 告诉我就行了 孙子 我这对不住了 我先走了 哎 老爷爷 你没骗我吧 我在后面大叫起来 赵无极回头 孙子 爷爷 我就这一次没骗你 说完之后 赵无极 走到了传送法阵旁边 念动着法觉 要传送到下面一层 而就在此时 他的耳旁忽然之间听到 不 孙子 你 赵无极跑了回来 看到我坐在地上 我的右手的食指和中指 都是血 两只眼窝 流出两条血盒 那鲜血滴滴答答 从我的脸滑落到地上 孙子 你疯了 你这么快就决定了 是为了陆旗吗 不是你失忆了 这怎么可能啊 你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 我躺在地上 身体痛苦的扭曲 我的面容猙獰 我咬着牙 老爷爷 别说了 我要见他 说完 我晕死过去 这一切啊 就像赵无极谋划的那样 人类修真者和妖怪这三方呢 真成了一个平衡的三方 他们开始尝试着和平共处 一年又一年的过去 赵无极每一年都会来到这个镇妖塔 来看我一次 我就在黑暗之中 我什么都看不到 我就听他讲着外面的变化 他告诉我说呢 国家安全部门任命了在军校的陆旗 成了新任的龙组的组长 在以陆旗作为领袖的新势力的努力推动之下 联合国和各个国家呢 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 给予了妖怪和人类相应的法律权利 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 就好像当初呢 在美国的黑人的种族 虽然说有着宪法的保护 但是仍然可能会受到伤害 妖族和人类的平等之路 看得出来非常的漫长和遥远 不过相信 在我们努力的推动之下 一定能够和平的达到真正的平等 再来说东强威 东强威后来呢去了美国发展 从大明星化身为和平的大使啊 为人类接受妖怪而四处的奔波 半腰的他呢比以前更美了 这种美甚至是推动了人类 接受妖怪的进程 时不时的还出来唱两个歌 阿兹玛一直陪伴在东强威的身边 保护着他 另外赵武吉说 我最后融入到体内的那两个碎片 分别是断情 断智 断智 这个好理解 就是要断了我妖怪 统一天下之智 这个不必说 失忆的我早就对于这种 一统天下的狂妄大智 没什么兴趣 断智 断了我和东强威 前世的情缘 一切的纠葛 随着我一年又一年的 在镇妖塔里面磨灭着自己的妖性 我的开始呢 从九层降到了八层 之后又降到了七层 降到六层 赵武吉说啊 我要再加把劲 让我灵魂里的八尺镜 不断的去照射我的千金妖童 他还怪我呢 说什么 你本来这最后一刻 你再捅瞎双眼 不就完了吗 这是我现在在最后再捅 你上来你就捅 这好几年 你啥也看不着成瞎子了 给我气的 季指 我能感受得到 他在我的体内慢慢的死去 千年妖童正在慢慢的湮灭 我偶尔吧 也会记起之前的事了 我这个记忆开始慢慢的恢复 我想起了我妹妹是谁 我也想起了陆琪是谁 我也能想起了我是谁了 到了第四层的时候啊 我这个记忆力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我开始跟赵武吉打架 就跟以前一样 但是妖气基本上都没有了的我 没办法追上赵武吉啊 这老头一顿跑跳 然后就躲开 然后非常猥琐的对着我在这大笑着喊 孙子来来来来打爷爷气死你 打不着你气死猴 哎这给我气的 我他妈虽然生气 但是我也很快乐 最起码他有的时候都过来陪我 似乎呢 但我恢复了记忆 我也又是我了 着急 看起来很快乐 就是有的时候看着我的那个眼神啊 好像有一丝丝的愧疚 因为他对得起世界 但是他对不起我 又过了一年 江子牙来到塔里 他看了我一次 说他要带着红莲住在苍云山上 我说他跟红莲是狗男女 他说他要砍死我 后来信号被赵武吉给挡下了 哎对了啊 吕启悦 吕启悦来看我了 他看过我 他说长空真人原济了 到底呢 是没当像仙人 这个也是着实让我们感叹了一番 然后吕启悦呢 成了最为优秀的弟子 当上了掌门 护法就是江子牙和建盛 他说呀 日本妖怪事件被证实之后 全世界都知道妖怪的存在 后来那个陆奇不是已经成了这个 龙祖的组长吗 并且可能会成为 人妖仙 这个什么三联会的主席 来推动这个大家共同和平的这个事件 吕启悦说他见过陆奇好几次 陆奇呢 为了妖怪的权力不断的奔走 同时呢 也为了龙祖和别的国家的人类特种组织 维护世界和平 正在不断的努力 他还说呢 因为我当时闹的事太大 死了那么多人 所以呢 我只能消失不见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在这 除了有限的几个 因为这个事绝对不能往外说 他说 陆奇 五年了 一直都没结婚 他说他看到陆奇 觉得陆奇非常的忧伤 好像从来都没有真心的笑过 后来吕启悦临走的时候 又告诉了我三件事 第一件事 我妹妹 沐夏雪和童之佑结婚了 我当时我就 他妈童之佑这个逼 你当我出去的 你躺着 但是他后来又告诉我 说那个他俩生了个小孩 小男孩 父姓童木 取童之佑的童 木下雪的木 叫长青 那这孩子的全名就叫 童木长青 挺好听 这孩子逛我叫啥 逛我叫哥 不是逛我叫叔是吧 逛我叫大爷 第二件事是 刘强东和甘露结婚了 我猜 他俩结婚了 这两场婚礼 老朋友们都回来了 所有人都到了 吕启月也参加了 然后第三件事 就是在这些婚礼之上 然后王世恩把吕启月给泡了 他俩的感觉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好像是酒后扯到一起去了 反正 反正他俩现在恋爱了 我也不知道咋个事 吕启月偶尔会下山 见见王世恩 说句实话 这三件事给了我 雷霆一样的打击 如果说我还有眼珠子 我想我听到这三个消息 我应该是把眼珠子瞪出来 但是没办法 我现在是个瞎子 我只能淡淡的说一声 然后这吕启月和赵吴吉 有的时候就会来陪我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来过 我就开始消磨自己的妖性吧 实际上也没什么消磨的 然后这个记忆也恢复的差不多 大部分时间都会很无聊 我就开始不断的降到下面的楼层 有的时候是沙漠 有的时候是海岛 有的时候是平原 我妖气全都消失了 不是被压制啊 是消失了 没了 我想 鸡指可能已经死了吧 千年妖童可能也没了 值得庆幸的是老头没骗我 我他妈记忆终于全恢复了 我想起了一切 我 我想接陆琪 这是温哥华之战之后的第九年 一个夏天的晚上 已经成为了国际人先妖三联委员会主席的陆琪 回到了清牧师 他独自一个人走在了公园里面 十年之前 就是这样的一个种下业 一个非常普通的晚上 他和沐东青 相遇了 陆琪知道 千年妖童可以死而不灭 可以转世重来 他一直抱着 终于会有一天 和转世轮回的沐东青 重新再见面的执着 只是上一次沐东青转生 花了三千年 这一次他也不知道要花多少年的时间 他怕自己不一定能够等到沐东青转生 另外 如果能够等到沐东青 他又害怕自己已经七老八十 再来一个军生我已老 到时候自己变成老太太 那沐东青刚刚转世成几岁的小孩怎么办 难道说要抱着小孩谈恋爱吗 陆琪想着这些事 一阵的唏嘘 就觉得这夜风好凉啊 心烦意乱 不知不觉 走到了一个人际罕至的公园小片道上 忽然之间 他察觉到一股非常熟悉的气息 应该是赵无极 陆琪有些惊喜 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赵无极了 跑过来一看 就见到赵无极和以前一样 在公园里面摆着一个算命的小摊 正在猥琐的跟一个男人聊着天呢 那个男的坐在一个小马扎上 面对着赵无极 背对着陆琪 小伙子 你今天有桃花鸡 来来来 大爷我给你算一挂 我滚 那么死老头 骗我一辈子了都 老子那么别你骗的什么都不是 还骗我 赵无极黑黑一笑 浑然不在意自己被这个男人骂 赵无极抬起头 看了陆琪一眼 随即更加猥琐的坏笑着说 哎 小伙子 爷爷怎么能骗你呢 我就不可能骗你啊 我说了你又桃花节 你回头看看吧 你今生今世的桃花节就在你身后 男子从小马扎上站了起来 回过了头 就看到陆琪正站在自己的身后 一张冷艳的脸 望着自己 眼神之中夹杂着不敢相信的惊诧 却见这人不是木冬青又是谁呢 只是这个木冬青浑身妖气皆无 完全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而且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闪闪发光 很好看 就像是那种欧洲人的那种蓝色的瞳孔 孙子 怎么样啊 吸血鬼王的眼睛 终于排成用场了吧 没让你白忙吧 老夫是不是算无一策 没等说完 我妈一脚给他踹地儿去了 死老头子 然后 我向着陆琪走了过来 陆琪的脸上淡淡的 实际上却是万分的激动 那一颗心狂跳不已 都快从嘴里吐出来了 我张开了双手 迎着陆琪走了过来 琪琪 我回来了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可是我马上就被陆琪冲上来 敲在头上一拳 我正害怕的不敢说什么的时候 我又被陆琪给温柔的抱住了 我低头 看着陆琪的脸 我看到陆琪已经流下了喜悦的眼泪 那个眼泪 有如晶莹的水晶 磕磕划过他天使一般的脸颊 欢迎回来 骗子 陆琪 我爱你 我是妖怪 我怕谁 全文完 这词 这词